我幫她慶完生 給完禮物之後 對 就是她們都準備好了 那她有很老派的那一句話嗎 有這樣嗎 有 她被人要講 所以她有拿出撰戒來嗎 有... 妳有假裝不要這樣子嗎 沒有啦 也沒什麼好假裝 為什麼她在那邊爆哭啊 女生就是大哭的啊 那因為她其實找來 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我妹 對 妹妹在旁邊 然後對 她看著妳很開心 而且我妹比我先哭 其實我連Ju哥 我都有發生那種失控的事情 她是大小孩是不是 對 因為她 那個Junior求婚成功了對不對 對 公司啊 謝謝 她求婚地點在哪裡 好在我喔 對 妳簡單講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突然加入朋友的團 然後結果我們就去了 一直到最後一天 是她生日 我還很開心 就是我還在機場 幫她偷買禮物什麼的 結果去到那 我幫她慶完生 給完禮物之後 突然 對 就是他們都準備好了 那她有很老派的那一句話嗎 我怕什麼 嫁給我好嗎 有這樣嗎 有 她不然要講什麼 妳輸命不是就是那一句話 妳跟雅雅 這是怎麼樣求婚 因為我們是沒有私下求婚 因為我們 然後那一次收視率很高 從那以後沒完沒了 每個節目都要我們去求婚 我每天出門 就提白色的西裝 準備好了對不對 到後來就無感啊 那我們節目可以要求 再求一次 對啊 可以嗎 沒有 那應該 宣宇跟Junior在我們節目 就求一次婚 可以嗎 再求一次婚 我們問了那個收視率 妳知道我後來求了幾次 妳知道嗎 求了八次 妳以為總共八個節目 所以她有拿出傳介來嗎 有... 妳有假裝不要這樣子嗎 沒有啦 也沒什麼好假裝 怎麼會爆哭啊 有聲音是大哭的啊 沒有 因為她其實找來 最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我妹 妹妹在旁邊 然後 對 她看著妳很開心 而且我妹比我先哭 對啊 結婚的時候 不是 結婚的時候妳有哭嗎 我覺得會有 那時候也是我們自己 兩個人在海邊 然後我就 吃玉米吃一吃 她說 然後進車子裡面 她就拿著螢幕在前面 我說妳要幹嘛 然後她就開始講她的感言告白 我就講著講 我覺得好感動 你們都是演員掛的 都比較感性那一派 哪是喔 對 你不... 你不會想哭嗎 要是我 人家在浪漫 你在那邊 真是的 來 軒尹... 好 來... 她都給妳求婚了 妳還不准她上床 這怎麼回事 不是不准她上床 是你知道喝醉的人 都會有自動導航 她就會自動回到她的床上 可是我對床非常的潔癖 我就是我一定要洗完澡 就算如果今天 你只是出去一下下回來 你就是要洗完澡 才可以上床 就是要換睡衣才可以 就是要很乾淨 我會跟她約法三章 如果你今天要出去應酬 你要多喝一點沒關係 可是 好 所以我就會先睡 睡一睡之後 她開門我驚醒的那一瞬間 她就到床上來了 我第一件事情 我先聞她的身體 有沒有酒味 身體確定不太錯 我就拿她的手起來聞 我一直到她沒有洗澡 我說妳給她起來 我就是跟剛剛她的小孩一樣 起床 然後就嚇醒之後起來 她又很知道她怎麼了 婆婆怎麼了 我說沒有 請你出去 你喝醉了 我們說好了 我會鎖門 就可以直接鎖門 因為反正她隔天 什麼都不記得 我就發現她不記得 我都鎖門 我就打開監視器 因為家裡有貓咪嘛 我就打開監視器看 然後沙發上滾到地上 也沒關係 貓咪在旁邊陪她 她如果覺得累了 冷了 她就會回客房 我就確定她一切安然無恙 我從此以後 只要她喝醉 我一定鎖門 我從高中那一年 我就看報紙說 美國人都早上洗澡 我想說也不錯 所以我從高三那一年 我就早上才洗澡 我跟我老婆結婚以後 她大吃驚 妳晚上沒洗澡 怎麼不是可以上場 我說我早上洗 我沒流汗 她就堅持說不行 可是日積月累以後呢 她現在就學我早上洗澡了 所以晚上都不用洗了 我們就乾淨的人 可是妳又出去 我就是散發天然的檀香 哪裡 我問 沒洗耶 OK的吧 我沒洗耶 我有點傷耶 我也好 我希望給妳組織 美人姐都不會對 妳也不知道在那裡 妳怎麼會這樣 妳真是開心 我好幸福啊 這樣子我非常介意 梳妝看 真的 因為我剛剛連 就是我連睡覺 我都要很乾淨 那女生無論是上妝 還是擦保養品 都要洗得乾乾淨淨嘛 那男生永遠會在 無論他前一秒在摸貓咪 還是他在做任何的事情 他下一秒 他想要擦保養品 他就打開來擦 所以有一次我就發現 我的保養品裡面 有一點發霉 我就問他為什麼 因為那個霉是很噁心的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說他洗乾淨嗎 他就是手濕濕的時候去挖 他就是用手挖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很氣 是好用水會發霉喔 會 因為他就口水 沒 因為他防腐劑 比較少了就會 所以我後來都覺得 對啊 那我塗防腐劑就好了 要幹嘛 真的 我喝好不好 我喝 這種事情是無法溝通的 我跟你說 你可以買一罐給他 我都直接給我老公一整組 對 我跟你說 我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念他也沒用 講他也沒用 他會不高興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一個區域 我就默默的引導他 我把他一組東西都擺到那 我就跟他講說 這邊你自己弄比較方便 這樣也不會 我要用的時候你也用不到 他就慢慢覺得 那你對我好好 你還弄一個區域給我 其實我就只是為了 不是 不想要再發霉了 對 我老婆他不會改 你老婆也不會改 Let it go 我們就乾脆 妳就乾脆那個叉就好了嘛 我開一台 我老婆開一台 那偶爾我一直要坐我老婆的車 我車門一打開 我整個心情就沮喪到我幾點 然後小孩的用品 那他的用品 對半整車跟貨車一樣 那我坐進去呢 我以前會唸喔 我說 那他也會翻臉嘛 他說奇怪 那我在開的 到後來結局就變這樣 我這幾年已經學會喔 放下 放下 沒有 這兩文好 你可以放下是因為你有兩 你們有兩台車 不是 不是 不要這樣講 我不是兩台 我是三台 OK 先驗掉 沒有耶 我已經因為就是開車門這件事 也要很小心之外 我就已經看到 我確定沒有障礙 我就這樣一開 我想說完了 卡在那邊就沒有看到 小心到 因為那有時候很低 你真的看不到 所以我那一瞬間我想說 完蛋 趕快解決 對 我還先 你知道如果你又想說完了 用力拉回來 不是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先下車好了 拿二次傷害 對 它會變輕嘛 我就這樣子窗戶先打開 我就這樣把它往上扛了一點 發現 扛不到 你這樣還扛耶 我就說不行 好 我就趕快坐回來之後 一瞬間 往後推也不行 抱歉 那我如果看他一下 趕快把他關起來 就這樣 卡 關回來了 好新春啊 對 可是在那一... 那Junior有在車上嗎 他就在我旁邊啊 那就是他不對了 像我每次開 靠近那個人行道 我就會提醒他 對 小心一點喔 有點高喔 我有時候真的很想問問他 到底是車子重要 還是老婆重要 你現在回答我 我是怕你一推出去 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對 那重要是老婆重要 但是老婆重要啊 那你再講講嗎 不是 我怕他會有罪惡感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 她真的有罪惡感 沒有 完全沒有說怎麼謀面 他的罪惡感 因為在座都是女性 女士 你們開車門能不能慢慢一點 等一下 我們要已經很小 要開門 人家說三段四個開門 你們能不能分成十段 就是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對啊 我現在開門都這樣開一點點 然後身體這樣滑出去 就確認無誤 沒有卡到障礙物的時候 再推一點點 推一點點 你們都是這樣很快的 我們女人生命中 已經有很多關卡了 對 要這... 要窗門卡住了好不好 反正刮到底下也看不到啊 但是男生跟女生差很多 那鍋子這樣就不行 我們車子這樣 就可以 我第一次跟我老婆那時候 約會的時候我大吃驚 她為了裝作 她是一個很賢慧的人 她就是拉類似菜瓜布的東西 我說 痛 痛到爆痛 當時因為第一次約會 我要忍耐嘛 但是我那表情應該很明顯 她說怎麼樣不行嗎 我說 你這個沒有我開車 因為我說過 我已經跟自己和解了 不然我以前 那個開車的歷史上 第一次碰到有人 就是我老婆 下車 然後麥當勞的可樂 然後她可能要弄鞋子幹嘛 她竟然把那杯可樂 我整個大吃驚 天啊 怎麼會有人褻瀆車子 褻瀆成這樣 那種褻瀆什麼 可樂 被人放在車頂上面 可樂什麼了 就把一盒放在上面 可能一盒坐 雨傘 雨傘也有鳥屎啊 也會有葉子啊 不行啦 我會在車頂晒雨傘耶 就雨傘會下在車頂上 妳可以接受這樣嗎 把東西放在車頂上 觸怒車神耶 對 誰說的 這個你比較嚴重 我不是沒有這樣 我就是放一下而已嘛 不行啦 怎麼可以 那個車子 那不能放車上 可以放你頭上嗎 奇怪 你只有放我頭上 什麼 公平 我們家呢 還有一個地方 是我不能去的 工作室 Junior的工作室 妳不能去 對 因為他其實有在剪一些片 或者是他弄一些 自己的工作的東西 我們是跟我用一台電腦 你難免要弄一些照片或什麼 我每次只要開門 踏進去那一瞬間 他就會很快的到門口說 我連滑鼠都還沒點 明明就還沒碰到 對 有什麼事情都還沒有做的時候 然後他後來還開始弄東西 他把我趕出去又弄東西 弄到一半 如果陰鬼哪邊不對 還是影片哪邊跑掉 說你剛剛到底按了什麼 我什麼時候用過 對不對 他就會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跟我的貓咪 就是我們沒事 就是盡量不要進那間房間 不然什麼都是我們沒過 那简直是什麼片 沒有 他 對 你進去他那麼緊張 對 不是很是特殊的 就是一些 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 你跟他再好 你不要跟他去拍那些微博 你拍一個 保護自己 撿到自己是不是 怎麼是我 怎麼那麼眼熟 對 反正他到底在撿什麼影片 是跟貓咪吧 有沒有常常跟貓咪睡 沒有啦 他有一些 他自己另外的接洽的工作 還是有做一些剪片 剪一些YouTube的影片 真的 我覺得愛一個人就會騙他 尤其在這種感情生活上面 是不正常的 像我覺得我以前如果 要去夜店玩啊 我就會騙你以前的女朋友說 可能說 沒有 我要睡覺啦 晚安 然後就偷偷溜出去玩 手機可能就關機 事實上這樣證明 這些感情都不會長久 我是過來的 對 我是過來的 這種就是 就是凡是騙過的 都沒有結局嘛 對不對 所以就不騙了 誠實講的 所以才能夠有結局 有結婚 對 就誠實的跟他說 我不去夜店 你就先回家 重點就是不要去夜店就對了 真的 男人最愛隨口說出什麼話 好 A 你穿什麼都好看 B 我會改 A還是B 請選擇 最怕他就問說 你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我那次看老伴 後來只好標準回答就是 你瘦了喔 這個就會過關嘛 要不然就是 如果出去 然後朋友什麼 有什麼比較 很漂亮的女生來 老實說你一定漂亮的女生出現 你一定就會一個聚會 大家一定會看一下 然後女朋友就會說 她很漂亮喔 我們老到了 只要問這種話我就說 誰 你說誰啊 你很聰明耶 就是她 正說謊不眨眼 完全不會注意到 還好吧 沒有啊 突然想起自己的 IG會回家 集會回家之後 大家就會IG會 TAG來TAG去 然後就偷偷點開來 真的是滿漂亮的 但是絕對不能追蹤 是 絕對不能 就是搭合照對不對 然後其實每個人都很小 你要一直放他 一直放他 然後覺得 真的不錯 對 生活中難免忍不住車謊 是因為 A 難的解釋 B 想讓日子好過 來 A還是B 來 請舉牌 就你的選A 我覺得很合理耶 像我有過那種 就以前學生時代 騎摩托車 然後不小心撞到人家車子 你也是三道猴子 沒有... 到三道猴子 一生啊 然後撞到人家 然後車子也壞了 然後還要陪人家錢 那時候才學生 實在要賠了十幾萬這樣 然後自己也受傷 可是你就覺得 這個過程還要跟女生解釋 然後回家還要跟媽媽解釋 然後又不想要他們擔心 所以就覺得 算了我都不講 所以那時候連那種 手受傷我都穿長袖回家 就是或者是見女朋友 都穿長袖 但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我忍了很久之後 他們有聽說 你到底 為什麼要穿長袖 才被罰險 一般男人會這樣 懶得講 對 可是我怕有一種女孩子 他把講話直接 跟沒禮貌畫上等號 這種我超不能介紹 朋友介紹說 有一個女生覺得講話 很直接大辣辣的 在朋友圈 就可能男生跟他都像哥們 所以他的評價很好 那我朋友就帶我去認識他 一次 兩次 第二次去跟大家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在 大家明明就有服務生 他就會一直叫我去 去幫大家拿碗筷 然後叫我去拿冰塊 我想說 不是啊 這個就服務生 居然為什麼一直叫我去 他就這樣 你去拿 你怎麼都不會幫大家拿一下 對啊 然後我就 你怎麼可以 我都跟大家拿一下 有服務生啊 他就想說 你看大家就是在觀察期的時候 你就是要做這些動作 然後回去 他就會說 你這個男生可以 教我 你看他多貼心 幫大家拿碗筷 你們是不是喜歡 溫柔系的男生 對啊 我們會喜歡貼心系的 對 反正就一直只回我家 去拿冰塊 好難性 對 然後中間是他在喝 他喝起酒還很兇狠 就是勁這樣乾 然後中間他還會突然間就是 他在講話講一講 那我就短生我也在跟我朋友講話 他就說你閉嘴啦 就叫我閉嘴 那這個太中間 中間有一個朋友 還是就是我們 可能才見過兩次面的一個朋友 不熟 沒有到很熟 然後他就喝完酒之後 叫人家米其林輪胎啊 然後你當下就覺得你怎麼會 這個直接的程度有點 那你看到艾莉是不是叫排骨酥 不是 就說不能這樣說 太直接了 就直接到那種很受不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開始 越吃越豪邁 東西吃是那種就是 一邊講話 然後一邊喝酒 然後吃雞腿 那種 乾杯的 然後我就說 沒去見 這不行啊 我就覺得這個 他應該不屬於大叔 他應該兄弟型 他兄弟型 男生總是多買一份早餐給你 你覺得這很正常 其實不是因為早餐開始 是因為我們 還是你覺得早餐店都在買一送一 沒有 你以為每噴早餐都加一塊 加一元送一份 沒有 真的一開始不是因為這個 是我們大家都是同學 我很奇怪 我在學校很常遇到他 我去買飲料遇到他 我去圖書館遇到他 我當初跟他還不認識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人好常看到 所以會有點印象 會覺得只有有緣而已 對 你就覺得好人會遇到他 剛好有一次我們 剛好好像通識課吧 選課選在同一堂 那剛好那一次的報告很難做 我們就一群女生覺得 我們不想做 我們就猜一群 輸得去找那個最近的男生 就剛好是那個男生 叫他幫我們做 所以我輸了 我就去找他 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而且是做五份 五份報告 我們就覺得他人好好 所以我對他印象就超級好 就像最近很流行的抄襲的 之後呢 因為我們你知道 學餐裡面都會有一些 特別紅的餐廳 很容易排隊 或者是很早就賣完 然後通常 在我要去買之前 我就會收到他的訊息 跟我說他有多買一份 或者是他的朋友誰不吃了 剛好可以給我 我覺得他人太好了 他居然幫我做報告 又要買飯給我吃 所以我就把他當作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工具人 對 工具人 很好耶 你們這些女生太過分了 他從來沒有跟我 有一些曖昧或什麼 我就覺得他這個人好棒 也不是要追 你不是要幹嘛 不求目的 那工具人 他不求目的 沒有 我還是有時候就是 還是會陪他聊聊天 就好朋友 施捨他一下 然後這樣 因為大家還是會開他玩笑 覺得他對我特別好 可是因為他也沒有做 其他越決動作 我就覺得 不太可能 就單純好朋友幫忙 或者是他真的就是一個 善良的男生 還沒長大之類的 他願意幫他做報告 然後還可以幫他買這個 找午餐 這已經是哪個難得 我先告訴你 就在一個正常的大學男生 他吃飽營營 然後幫你們做午餐吧 對 老師我們認識那麼久 他來錄影也不會 帶早餐給我 對啊 你怎麼會說 就是說沒有人 會莫名其妙 我覺得會在故障組 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很怕 自作多情 因為也許我們也可以 對人家這麼好 所以你也不會特別去覺得 好像人家幫你買一份早餐有什麼 對啊 不見得他有意思 因為有時候我們多買一個早餐 就大家吃 因為反正我都要買 因為我們單純覺得他人很好 對 沒錯 對 所以後來 而且這件事情還真的就無解 我們就這樣結束 一直到畢業後 你說你就這樣三年 然後就大概85分放 那就白白吃了人家三年了 就這樣三年 我是知道 等一下 我跟他有點不一樣 我是知道我就趕快斷掉 不要再上人家 我們是故障組 不是白吃百分組 對 你吃三年有點難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第三年在付早餐前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我吃早餐幹嘛要請 對 對 對 我吃早餐前可以買房子 對 原來吃早餐前付錢 對啊 我會覺得就是不好意思 所以有時候我還說 還是我給你一點跑路費 你還給人家跑路費 你過不過分了你 你爸爸是他好朋友 而且因為他小偉戒 所以我大二的時候 他說他是大業的時候幫我買 對 你看 果然是學弟 但我後來就先畢業了 對 那我後來不了了之 對 所以後來聚會的時候 他朋友才跟我講說 你以為誰那麼閒閒 沒事幫你買早餐 真的 那後來這個男生 就去開立了這個壞子 對 跟那個嘛 他吃了一年的 對 他吃了一年的 原來他就充分 所以我大概都很感謝他 就是不知道他現在變成什麼樣 我們就沒有 對 自己開店嗎 真的 對 在附近有加盟 對 可是因為像他這種 我覺得他就是 讓我覺得沒有壓力 那我後來就遇到一個男生是 我覺得很奇妙 我原本跟他不熟 但以為剛好有一段時間 我想要買相機 結果那個男生就突然變得很熱情 來跟我講 他對攝影有多了解 叫我可以買哪一台 哪一台針對什麼 講得天花亂嘴 我就覺得他好像很厲害 所以我就很常有什麼事情 就問他 我要買什麼 我也問他 還是你陪我去買 他一切就是都做好做滿 可是我們也只好朋友 我們出去也 我們不太有單獨吃飯的機會 買完就撤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好厲害 好會拍照的感覺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他 PO一些拍照的東西 我就跟他朋友聊 他朋友才說 其實他在學校 他什麼時候會拍照了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他會拍照 他沒有拍照 對 他跟我講的 我跟你說那男的 為了想要跟他有共同的話題 去做了很多的報告 對 然後他才跟我講 他根本就不會拍照 他根本不懂相機 所以他是因為 他知道我想做這件事情 他才去查這些東西 我把你當朋友就是朋友 我一旦知道你 刻意做這件事情 而且兩個人會互相吸引 就是這個興趣 絕對是真正合 很自然 對 很自然相處 而不是你刻意的 你知道 然後我就從那一刻起 我就覺得有點噁心 噁心 噁心 他飛你去買相機 你吃人家上眼早餐 人家都沒些什麼噁心 我就覺得 人家刻意做東客 然後你覺得很噁心 可是我就覺得太刻意了 可是我懂他的意思 我也會覺得 可能有點太有心機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當朋友 不用這麼辛苦 我就直接這樣跟他說 可是問題他想 當進一步的朋友 他想說 他一定要辛苦一點 對 然後他才跟我表示說 因為他不是這樣想 他只是希望跟你跟我 就是有一樣的興趣 我說可是你沒有 你不是真的 我們就開始有點爭執 因為他想法跟我落差太大 我其實真的不是閃 也不是不接 我反而還開玩笑 因為那個是我從國中 一直到現在都是好朋友 包括我交男朋友 他交女朋友 我們都會互相分享 生氣的事情 難過的事情 我哭也會打給他 他也會哭 他也會打給我 所以這個過程中 我們常常會開玩笑 就是他會跟我說 你看吧 你看吵架了吧 你就跟我在一起 不就好了 你跟我在一起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了 然後我就是喔 是喔 他也時不時會跟我開玩笑 講說 不然以後你要是嫁不掉 你要是都交到這種男朋友 你就嫁給我好了 我還會反而跟他開玩笑 想說好 我要是真的嫁不出去 我這麼倒楣的話 我就嫁給你 你的故事都很浪漫 對啊 但是結局都很奇怪 可是 對 我對他真的不來電 他現在結婚了 然後他現在這個老婆 他在跟他在一起以前 他突然有找我吃個飯 他就說 他現在有一個很不錯的對象 那他有想往下一步發展 可是他想要跟我確認一下 這麼多年來 他跟我的關係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我要說 你知道有什麼可能 現在是怎麼樣 交我這個女朋友 不能跟我繼續當朋友了是不是 他說沒有 他希望 我們是超越朋友的關係 他講那麼明了 他在結婚前跟你講 所以你答應他 就甩掉他的未婚妻喔 他們那時候是準備要在一起 你不要講成這樣 你不要那麼激動 老婆剪掉重獎 這樣看播出會有家庭不是 這個不行 他們是準備要在一起而已 不是結婚 準備要在一起而已 他們是想要確認 我有沒有機會變成他的女朋友 因為他就跟我講 他喜歡我很久 可是他覺得我的狀況 一直在其他人身上 他沒有機會 他才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一個關鍵了 他覺得他年紀到想結婚了 他才來問我 我是真的是傻掉 所以我跟他說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去吧 你比如說發生任何比較 跟男朋友吵架什麼 比較私密的事情 你們兩個都互相分享 這件事情本身是 算是比較親密的事情 沒有啊 就是因為他比較了解 好朋友啊 但是有些東西跟女生講 就是跟看醫生一樣 你的病例已經在他那裡 你就不用再把所有的病例 對啊 你不要從頭到尾也叫你別 真的 你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好朋友 真的 你突破盲場了 我跟你講 我們的生裡面 除了朋友 當然有一些曖昧的對象 但是也要有好朋友 對啊 不能一分為二 自己啊 對啊 所以後來他跟我講完之後 他也就放寬心 他覺得好 因為我們還是好朋友 可是他們交往了一段期間 之後準備結婚 他們一結婚後 其實我們就只剩下 他生日的時候 會跟他說個生日快樂 過年過節打個招呼 就這樣 一旦知道他當初是這樣 我也不好意思再多做聯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請請按個讚 請按下小鈴鐺